oh boy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囝囝研究所 今天要讲的全民造星第10强 同时又是无忌电视演员的龙之拳 在介绍之前我想先感谢各位收看的囝囝女女们 我们的订阅已经超过1000了 现在有1500多了 感谢你们一直追汗和囝囝的肌肉才可以铲到这么久 同时我也想宣布一下未来的节目 现在最受欢迎的MIRROR和全民造星系列 总有一天都会介绍完 所以在未来我可能会开一个全民造星的专题系列 专门去讲述MIRROR、ERROR和全民造星1、2之间的事 任何你觉得有兴趣或者值得再做一部讲述的东西 我都可能会再深入去讲 例如可能是MIRROR之间成员的关系或者一些小趣闻 希望它会令大家更深一层地了解我们的儿子们 不要啊 竟然B 我们还是讲回今天的主角龙之拳 先生 冬冰茶水和小冰 快点吧 麻烦 大家看到的这些超巨创意的表演 但是令龙之拳在全民造星中的最后 得到了非常优秀的第六名 而在她总决赛时的两龙表演 都令我印象非常深 在第一龙的时候她又唱了一个 李是你本身的传奇 途中她的表演稳定度非常高 而在第二龙她竟然选择了表演讲话 主题就是她要读出一封给粉丝压蓝的心 是很佩服她的胆量和创意 而最后都拿到成绩很不差的第六名 但是在我的角度来看 她在参加《全民造星》的想法上 其实跟一般的选手是有点不同的 我想她没有好像很想大部分人 一样组过MIRROR或者ERROR的速度 事故她本来已经是一个 多少人认识的无忌电视演员 而且她的表演也跟大部分人很不同 所以我想她的目标 只是在她本身有的基础上 再借入《全民造星》的节目的机会 让更多人看到她的才华 二龙之权在《全民造星》之后 都没有太多跟MIRROR的交集 所以接牌的内容 我可能主要都是聚焦在无忌电视 和她本人身上 《Dragon的事》 Dragon无论她的Facebook 还是Instagram 都跟她本人是一样的 上面都是充满着创意 和有些怪弹的内容 而她在入无忌电视做演员之前 其实已经在YouTube上 创作过一条叫地铁超人的影片 直到现在已经有25万看过了 而在进入无忌电视之后 她又靠建造一个寒流主持的形象 而且她将G.Jergen拳治龙的名字 倒转过来的龙治权的名字 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印象 Dragon的事实二 Jergen在访问时的形象 和她在表演时的感觉很不同 在访问时 她通常会变得很目睹和很沉默 有一次姜B就上了100毛的办公室 和Jergen一起问100毛的员工 如果要选择你们两个的话 会选择哪一个 而Jergen整个人的感觉 都是很害羞的 不过在认真访问 利君娅和盘塞型子等100毛的幕前的时候 她们都很认真地表示 Jergen的创作能力真的很强 在各方面都很欣赏她 Jergen的事实三 有网友曾经指出 Jergen在一年前的网上直播中 曾经表明过自己有女朋友 不过之后她似乎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上提到过 Jergen的事实四 她以前是这样的 和姜濤都挺有异曲同工之处 Jergen的事实五 也是本片最后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次龙治权的介绍都挺难做的 难做的原因是因为她的成长痕迹是比其他人小的 使的意思是她不像《全民造星》的其他人一样 会在节目中逐点成长 因为Jergen一开始参赛时的表现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 无论是在唱功和创意上 而她在前期和后期的《全民造星》 都一直维持一个很稳定的水平 而且无论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内容上 很多都是以工作为主 所以介绍她的时候 都会有点找不到立体的一面的感觉 不过在过去一年间 她又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舞台剧 像我杀死了专柜客户和一个大辞职日 或者可以在《全民造星》和《无计电视》之外的地方 看到更多她的可能性 喜欢今集团仔研究所的朋友 欢迎给个like和follow 有什么希望改善的地方 和想知道哪位团仔的感情状况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下集见 拜拜 拜拜